親切的庭院水池突然被遠景拉起封鎖線 因為一名小女童不慎落水 發達現場就是在水池旁邊的池子 然後她的父親已經把女童就是拉上岸邊 然後再做CP案 事發在9月14號中午 台東中興路的一處名宅 一歲半的小女童 趁著媽媽做家事跑到戶外庭院玩耍 媽媽忙完後找不到女童心急如焚 請女童爸爸回家一起尋找 最後在庭院發現女童跌落水池 爸爸趕緊跳下水 就請女兒替她實施CPR 直到消防人員到場接手 並將女童送往台東馬街醫院急救 女童的狀態就是 已經是沒有心呼吸心跳 空任就是直接將女童就是 先幫她壓上然後直接就是帶到車上 小女童送醫後雖然恢復呼吸心跳 但還是有生命危險 警方道場勘驗發現水池深度有130公分 但目測女童只有約80公分高 落水就會直接滅頂 現在池塘旁邊還留有小女童的玩具 如今她還在跟死神拔河 看在家長眼裡格外痛心 只求小女童能早一日脫離險境 華視新聞綜合報導